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所以我今天就要宣布一系列的措施 第一个措施就是 原定 原定在1月7日到20日 即是这两个星期 适用的一系列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是将需要延长多两个星期 即是说 一直去到2月3日 是大年初三 第二就是 所有在这段时间的大型活动 都需要取消 包括也是配合农业新年的年宵花市 一些新春的市场 以至到 旅法局本来安排了的 一些新春的活动 都需要適数取消 第三我们要继续外防输入 来减轻我们 输入更加多个案 和对于香港医院的压力 所以原定由1月8日到21日 8个国家实施的 地区性航班熔断机制 亦都需要相应延长多14日 去到2月4日 但我也都可以在这里率先说 当农历新年过后 即是说第2个14日 的社交距离措施结束之后 即是大年初四 除非当时的疫情 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逆转 或者是出现了一个社区爆发 否则我们将逐步放宽 受规限的处所营业 换句话说 是不会长期这样封闭下去的 但到时如果我们逐步放宽 受规限的处所可以开始营业 譬如是一些美容业 那到时就是需要 以疫苗气泡为基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